這幾年 政府請說 在臉上可以請問 海洋賣有賣魚港 有時候開放可以釣魚 過去關節很嚴格 華人和平港入港 現在經過協調後 效果力也能釣魚 為了要提檢 已經向關節很多年 和平港裡面釣魚的感覺 但連續加起 這麼多愛釣魚的人 全港來這裡 因為沒有開放 所以這些生態發展很好 像蚵仔 手工 舊班 一直釣起來 這跟其他所在釣魚的感覺 是真不一樣 已經釣幾隻了 是幾隻了 生態真好 你看下次再來玩 這也是和平港最美的一個海運 然後如果透明的話 它底下都是散魚 河邊港在華人秀林鄉 所法公路的河邊村 在1997年去的 日空空三年正式營運 使用這個保育BOT的方式 跟台年建造營運 日空19年還在到生態港的認證 因為政府推動親海政策 所以港区割定開放 在校困是可以來釣魚 我們目前是開放三個地點 分別是北內體 還有南內體 還有S4碼頭等等的 非經常性的一個作業區域 風力達到六級以上 浪高超過兩米以上 還有港區 可能相關的一個作業的需求 我們就可能會隨時的一個公告 中止這樣的開放的一個作業 港公司拿起面中 報名是差點為儀優 開放的時間是每個禮拜 會再去八點至下部四點 但一天反正一百人 所以現場會安排救生人員 不過來到魚仔的民族 要是要穿救生衣服 跟比較不會滑的鞋子 而且保持感覚裡面的環境的請求 記者從哈佛的 記者從哈佛的 如果你全部人叫八點 與台灣的保護